当家主母一消失就是七年 任雪棠去了哪 电视剧《当家主母》是由文宇、李冰冰、李丽编剧 讲秦庆、张慧文、杨荣、毛子俊等人领衔主演的古装情感剧 主要讲述了任雪棠的初恋曾宝晴与任雪棠的正妻沈翠喜 两个天生的宿敌、同面困难、抚养秀山、守护人家、传承知景文化的故事 任雪棠是任家家主,同时也是苏州制造行领支 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多才多精、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实际上,他连幼时的初恋曾宝晴都照顾不好 软磨硬炮之下,正妻沈翠喜终于答应让曾宝晴进门 奈何还没等事成,任雪棠便不得不去追捕张彪去了 可张彪是水匪,杀人越货的事并不少干 任雪棠此行必定凶多吉少 果不其然,任雪棠非但没抓到张彪 还被张彪射中,不幸坠落水中 之后,任雪棠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管家中人如何找寻,始终都难见任雪棠的踪影 当所有人都不对任雪棠生还抱有期望时 当沈家当家主母沈翠喜即将接头问展时 任雪棠突然间回来了 这不禁使人深思,一消失就是七年 任雪棠去了哪儿 结合剧情进行分析 不难发现任雪棠可能去了三个地方 一、重伤落水后去养病 任雪棠是举人,但并非是无举人 说白了,他就是以养尊处优的文弱书生 这样的人身子骨本就不强硬 一旦受了剑伤,便需要将养许多时日 更何况中剑伤之后还落了水 如此一来,任雪棠不死也该是个残废 可是任雪棠的运气偏偏好到了极点 非但捡回来命,还没落下残疾 同时可以肯定的事情是 任雪棠落水后被水流冲到了其他地方 又或者他落水后没多久便被好心人给救了 否则,人家听闻任雪棠落水的消息后 肯定能在第一时间将重伤的任雪棠找到 而且极有可能的事情是 任雪棠被人救醒后便失忆了 2.身体痊愈后去抓人 不管是养伤还是失忆 任雪棠都没理由销声匿迹这么多年 唯一有可能的是,任雪棠身体痊愈之后 恰巧得到了张彪的行踪 于是乎便展开了对张彪的跟踪调查 准备等到时机合适再将其拿下 又因为张彪跟军中之人有所牵连 想要加害人家的人可是朝堂中人 所以任雪棠的调查行动以及抓捕行动 皆是举步维艰 为了不在世纪败露之时 给家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在抓张彪和调查加害人家之人 这两件事情还没眉目之前 任雪棠一直都没有给沈翠喜和曾宝晴 写过家书报过平安 3.人家蒙难后去请人 曹文斌 李兆等露出真实面目 一个贪图人家的纺织技术 一个抢夺人家的家族产业 任雪棠的潜伏调查不得不就此终止 为了挽救人家上下于水火之中 任雪棠不得不去请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第26集的预告当中 于法场之上救下沈翠喜的新任巡抚 那巡抚刚到法场 立即将曹文斌的罪行揭露了个底朝天 可见 这必定是任雪棠 在请巡抚为人家陈渊昭雪之际 讲给巡抚听的 综上所述 电视剧《当家主母》当中 一消失就是七年 任雪棠先是去养病 然后去抓人 最后去请人 爽呀 中文字机 都需要翻译